你會發覺他們那麼喜歡說以前的東西 但又很清楚 其實就是因為 他不是在一個短期記憶的部分受損 慢慢去到很後期 可能連長期的記憶都會有機會不記得 所以就會出現了些人說 好像不記得了某些人 甚至他好像不認識家人等等 但我們都相信情感記憶是比較強的 情感記憶的意思是 他可能特定見到這個家人 他想起某些東西在他人生的事件裡面很重要的 或者他感覺到很光榮的 他很記得某一個家人 是因為其實情緒帶動了某些事件而勾起了 那些會記得久一點 但可能如果在他的印象裡面 沒有一些很強烈的一些歷史回憶 有時候我們都會發覺他們可能會比較容易忘記 所以我們都建議多些接觸 還有給他多些有一種我們叫做正面的感覺 那他就記得你多一點 你給他一種負面的感覺 其實他都會記得你的 不過他是會猛烈的 所以其實我想很多時候 家人有時候都不明白 為什麼好像是不是什麼偏心那些東西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我想很多時候就是 究竟相處的方式 還有他對你的情緒印象是怎樣 好 Ihnen就看 你要注意的 其實你也在看 讓我們一起去看看 好 好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你 謝謝你